对于公颈癌患者来说 他的临床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 但是大多数却是被大家所忽视了 对于公颈癌患者来说 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引导不规则出血 所以对着患者来说因为有出血的原因 就有可能造成引发泌尿生殖道的一个感染 针对这个感染了 我们就需要对他的护理一定要注重一个 第一就是说在出血的时候 要保证一个外因的清洁 第二在出血过程中要严格按照 就是泌尿消毒的一个程序告给患者 在治疗的过程中或者治疗以后 一定要避免憋尿 而且是尽量多饮水 而且特别是在治疗的过程中 要保持一个憋尿的状态 这样的话使得膀胱充盈 充盈以后就可以在放射治疗的过程中 能减轻一部分膀胱壁的一个受到的照射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一个放射性膀胱炎的发生 还有一部分患者的典型症状呢 它就是一个阴道排液增多 在阴道排液增多的时候 患者经常整个外因 它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红肿的 甚至是表面有破溃的一种状态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 要尽量保证外因